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就是兩個意外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都算OK,因為美股大跌 但港股早段下跌超過200點之後 沒有再進一步下滑,反而跌幅慢慢收窄 最後全日跌62點,收26,222點 成交是1,110億 今天的市場早段比較好的走勢 主要多的是地產股上升大動 包括房托股的領展,升30% 新地普遍都有靠運 只不過金融股,特別是香港銀行的金融股 跌得比較厲害 其中恆新跌4%,150元都沒有賣 匯豐也是弱勢,成為市 後來跌回頭的主要動力 好了,講回整個形勢,怎麼看呢? 四個字,兩個意外 哪兩個意外呢? 第一個意外就是,看看圖先 就是講美股 美股昨天是跌的,跌7、8、85點 為什麼意外呢?其實最近都跌了 為什麼稱之為意外呢?就是昨天 聯儲局叫做意外,都是意外減息 或者突然減息50點 通常這種情況,有利股市上升 但是昨天的情況就是,減息50點之後 導致一度抽升幾百點之後 就立刻掉頭回軟了 破一破27,000就掉頭回軟了 期間一度跌到25,700點邊 換言之又接近1,000點的跌幅 幸好美股就發回軟了 跌7、8、85點收市 聯儲局減息50點之後 反而跌7、85點收市 都叫做意外 多多少少許意外 為什麼會有這些意外產生呢? 主要市場人士就會覺得 這個之前已經預期了,會減息50點之後 當然時間就比一般人預期為早 不過昨天我節目提及過 有的,證券行其實在預期 在會議之前就要減息 但無論如何,比一般人預期為早 但無論如何 預期了減50點 今次可以說是消息流傳的時候 就買入到正式的時候 就出貨了 這個是其中的說法 另外的說法 我相信跟疫情有關係 因為中國的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 明顯緩和了 新增確診人數 持續保持低水平 但是中國以外的疫情 越來越厲害 暫時到這一刻 看不到一個見頂以致緩和 更加不用說受控的跡象 有三個國家特別投尺 就是南韓、伊朗、意大利 另外兩個,雖然數字上不投尺 大家都比較憂心的 就是日本和美國 因為這兩個國家公佈的數字 都令不少人覺得 是不是全部的事實呢 所以就比較擔心 特別是美國的 明顯看到特朗普 對整個疫情輕描淡捨 最新更加有一個舉動 就是CDC宣佈 不再公佈檢測對象的數目 這個是3月3日公佈 種種跡象顯示 美國方面的情況 令大家擔心疫情 究竟會怎樣發展 我們不太知道 有三個就很差 所以對環球疫情就比較擔心 其中的正義行 就根據這種情況 就估計 如果這個疫情擴展到全球 就可能令到全球經濟衰退 而全球經濟衰退 就會對企業盈利造成打擊 可能會因而下跌25% 如果企業盈利下跌25% 這樣就美股也會有相應的跌幅 頭赤鱷魚 以道指來說跌25% 都不得了 要去到22,000點的水平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令大家對 對鮑威爾的減息 就沒有什麼大的正面反應 與此同時 另一個就是昨天節目提過 就是G7的電話會議 昨天節目提過 要7國對這個行動才行 但結果7國說了一些事情 但卻沒有做一些事情 說了就說了 就去支持全球經濟的增長 但做事只有一個美國聯儲局 減了50點 其他人完全還沒有動 央行還沒有動 政府更加一個都沒有動手 所以就令市場有點失望 所以美股昨天這樣跌 某程度來說 可以說是意外 也不是意外 因為我昨天節目提過 G7是很關鍵的動作 現在去做的事情令大家失望 美股下跌也算是合情合理 某程度來說 然後美股後市會怎樣 視乎疫情最一步的進展是怎樣 美國的情況是否原來真的 好像特朗普所說 真的受到控制 很輕微的 如果真的這樣便沒事 如果不是 就頭尺 第一個要留意疫情 是否特朗普說的是百分百對 第二個就是G7 昨天未動 即是未動 大家留意著 因為週三 首先加拿大央行市場預期可能會動 到今個月 英國和歐洲估計都會動手 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會動 連同之前澳洲和馬來西亞都已經動手了 種種加起來 都是政府加起來 把勁的時候 就會對美股有刺激作用 當然要關注 就是前浪底的支持 這個就是24681 支持和之前 去年6月的前浪底支持 24680 可以當作是雙底 這個支持也是關鍵 所以大家留意著美股 接下來的發展是怎樣 昨天的意外會不會繼續意外落在呢 就是關鍵在兩點 至於另一個意外是什麼呢 另一個意外就是港股 剛才說了 美股昨天大幅下挫 但港股沒有什麼大的波動 相對而言 跌得不多 全日跌六十幾點 低位都是二百點左右 跌了 這個形勢相對 美股就穩很多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其實這個情況 我之前 早兩星期節目 都約略提過 都有這樣的評估 就是 咦 中港股市可能會好些 第二和原因呢 就是 中港的疫情 早一步 是緩和 起碼都受控 可能都未講得上 但是緩和了 就應該是事實了 緩和了 對比中國境外那些 全部亂殺龍 當然 令大家說 中國 中港股市是否好些呢 這個可能對中港股市有支持 第二個就是 剛才提及過了 七國 仍未動 但是中國 已經動 所說動 什麼呢 就是刺激措施 香港都在動 財政預算 上星期 都是在動 而且 還有很多空間 動的地區 中港 還有很多空間 動 就是刺激經濟 從而對市 帶來穩定性 所以 這種情況之下 中港股市是有些強勢的 所以今天 中港股市都不下跌 看到了 上升 是升 升 0.6% 人民幣也是 匯市 就見到6.93 人民幣匯價 繼續偏強 最近來說是比較強 港股雖然下跌 但是下跌的少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反映到 其實今天 港股 今天 美股大跌 港股不下跌 看起來好像意外 而實際上 也不算是十分意外 因為 剛才說過兩點 一來 就是 疫情 首先 緩和了 第二 仍有很多空間 或者蛋 刺激 或者支持的經濟 所以港股與期 接下來一段時間 很有可能 像大摩的說法 大摩最近 調高了對中國股市的看法 就說 中國有可能成為 這次被封港 那樣說 中國股市 所以有可能 支持恒生指數 就靠穩 這段時間 那麼 兩萬六千點 是第一個支持位 大家留意著 好了 時間關係 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